另外一個就是網友問你 家裡擺一個翡翠藝術品有什麼效果 告訴人家你有兩個錢得閒 你擺什麼藝術品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要擺翡翠 擺翡翠就穩陣一些 你會補一下 還有現在你買了大件 師傅每個都聰明的師傅不多 今天那些人就去各國公司拍回來給我們看 一個笑伐9萬元 樣子一定大家看得過 差得過我們的 至實要5萬8元 你跟我們買可以脾氣的 兩脾氣的 我們不用租金 很重要的 不用租 不用燈油火 我已經買了 對不對 那些學生跟我說 他們為你那些東西 差不多一折到的 就跟我試上架了 我一折都沒有 一折我富貴 為什麼 年卡佛賣20多萬一套 一個戒指 一個戒指 一個吊嘴 我買一匹的東西都不做 你擺在年卡佛賣一匹的話 別人當你是假的 是嗎 不是 年卡佛是什麼地方 你買一件東西 還有一個問題的 有很多人反映 他們受他們的影響 就是買一些千多元 那些送給家裡老人家 送給婆婆、阿爺、叔伯、阿姨 他們說 哇 大家都開心得很開心 一脫一脫的人 是很喜歡大個屋的 喜歡翡翠 喜歡翡翠 玉石 他們覺得很開心 保平安 是啊 好 請他們去搞什麼搞什麼 是不是 現在慢慢的人多點認識 我們是很透明度高的 我將那些怎樣看真假的匪菜 現在市場開頭的長期 又可以拍賣的 你自己上去看自己的那種人賣的 拍給那些視頻看 那件匪菜是怎樣做出來的 那個工序啊 很繁複的 很容易撒斷手的 大哥 你看完 哈哈 對不對 撞一下就撞了就斷手了 靠著手指啊大哥 你舉舉起來啊 你打磨的那些都不簡單的 你這些這麼小的 好 還有如果你懂得欣賞這些藝術 另外一個境界來的 你欣賞翡翠的藝術和欣賞一幅畫一樣的 那個挑黑師傅拿著石頭在哪裏入手 要挑什麼 才用到那塊石的精華不要浪費 那塊石頭有陰陽面 為何挑到陰陽下果出來呢 挑山水人蜜 你懂得欣賞翡翠是你的福分 第一 你有兩個錢 賣得起 第二 有地方擺 難道你全單湯房擺件這麼大塊的擺件嗎 就是這個意思 起碼告訴別人 你有兩個先 才知道 好 抵個問題 不是啦 阿sir 你現在送一套大大件的給我 我也在投行大大件 很難的 那 看看今晚 問題就問完了 那有什麼花水呢 在哪裏 谢谢大家